因為本身天上聖母林某小姐她本身就是女士 她也是未婚 也是有業事的問題 所以應該在民主上是沒有這種忌諱 那因為是古代是眾男親女 所以就說什麼神明的事啊 很神聖啊 都是女孩子不能參加 不能摸啦 所以這個都已經不符合時代的一種民主啦 那萬一現在一家都生兩個女友 一個女友的少子化碼嘛 那如果生一個女友的小姐 她本身就是女士 她也是未婚 也是有業事的問題 所以應該在民主上是沒有這種忌諱 那因為是古代是眾男親女 所以就說什麼神明的事啊 很神聖啊 都是女孩子不能參加 不能摸啦 那萬一現在一家都生兩個女友 一個女友的少子化碼嘛 那如果剩下一個女友 沒有人摸 要誰摸她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已經不符合時代的一種民主啦 新城卓領最重要 那夜市來的人 第一點就是說這些女士 你就是自己的生理問題自己處理嘛 在宗教上其實你就不要去觸摸到那一些神教啦 尤其是神教啊 媽祖是女士嘛 所以第一點就是有業事的來 就不要去摸她啦 第一點 第二點 我看到電子媒體 大家都去摸嬌這樣唱 因為古代是藍女色色不清 所以千萬藍士啊 不要去摸嬌 去摸嬌 不是摸了就會發財啦 你只要在媽祖 聯教過去的地方 雙手合屬 恭請媽祖 庇佑我有什麼心事 但是我要自我反省自己 來年保證你就不一樣 不一定要去搶教 你看藍女色色不清 就是非常不禮貌也不雅 因為跟隨媽祖進鄉 第一點 不用說什麼要換新的衣服啦 因為一路來是媽祖要的是你的誠心 你的待人接物 也是信念我們自己的恆心與毅力啦 所以不一定要穿新衣服 只要整潔重要 那我們要如何取得媽祖的感動 就是第一點 孝順的人 第二點 講話信用的人 說到就到 那你可以沿路信眾那麼多 你可以幫忙維護住戏 第一點 有人大小生 可是比較不禮貌 因為人多 難免有小衝突 我們可以說 大哥 大姐 因為這是林小姐媽天上生母在一年一度的盛世 我們大家脾氣 將心平氣和 不要生氣 第二點 我們可以維護整潔 所以隨手把垃圾撿起來 那媽祖一定會很高興 那你回家 你相信你如果會這麼做 在無形界 媽祖也會天兵天將 這樣他也會幫你家族 讓你來一點 第一點 人緣順利啦 啊 事業有成 或是身體祈求健康 所以因為一路信徒這麼多人 就是個人的喜宴不一樣嘛 起喜不一樣 但是就是要非常恭敬 心誠著臨 那最好 如果要喜宴的人 你最好能夠雙手和屬下跪 啊 禮告媽祖 某某姓你 某某姓藍 我有什麼事情求於你 但是我會自省自己 第一點 我有沒有孝順 第二點 我有沒有奉公手法 堅守崗位 第三點 就是對朋友 有情有義 你做到了嗎 那你就明年你再來參加 你一定會有還願的機會 不會